我吵,我现在才知道它有多大 我现在看到后面那么多时间知道 我吵,这车好大呀 后面倒是屋,这是好东西呀 你别跟他说 然后人家钥匙捏嘟,不好意思 你挡着我车了,不尴尬 最强越野方车了 好东西好东西 这车,嗯 你能说这个车都多少坨吗 你看,真是人家车 卧槽,太尴尬了 哇,这么高 这是天台吗 牛逼 妈呀,好高啊 太高了 太高了,太高了 不行吧 然后你拍照片 你看看这里面的大铁镇 多怕一个头 今天上午,其实这几天 连续几天也不停的有粉丝 也向我询问这个问题 电子烟的国家强制标准要出来了 你怎么看 国内的一些媒体 甚至包括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科普方面的一些媒体 也在用比较偏颇的一个论调 在说电子烟 但是呢,紧接着 就是国标 电子烟的国家强制标准 就大家都知道了,即将推出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坏参办的事情 我为什么会说会有坏 那么,我先说好在什么地方 第一,国家强制标准的推出 首先一点就是国家肯定的这个东西 国家不会禁这个东西 如果电子烟真的那么有害 那么毒,比香烟毒7倍的话 国家为什么不禁止它 反而还允许它 并且要为它制定相关的国家标准 类似于像你要做汽车 你要做摩托车头盔 你要做烫山饮料 国家都会推出什么这个行业的这个食品的 什么安全标准的,添加标准的 它的目的是进一步规范这个产品的一个质量 其实也是为了保护这个消费者 如果没有标准的话 大家可以随便瞎做是吧 那么,产品的质量就参差不齐 这是个好事 这对于用户而言的话 怎么产品的质量会和安全性 会得到进一步的一个保证 这是好事 那么,根据我目前看的一些国标的 透露出的相关的一些内容 我推测应该是参考了欧盟那边的TTP 是TTP还是TPT 欧洲那边的对电子烟的一个行业规范 它有一个铃骨丁毫克的限制 最高不能超过20毫克 那么对硬件设备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材料啊 安全性啊 电器性能啊等等 会有一系列的指标 但是目前虽然电子烟在硬件方面 没有任何的一个行业性规定 但是电子烟设备的厂家 都会自己会去做质量检测报告啊 国内一些现有的一些认证 他们都会尽量的去拿 因为这是他们向客户展示 他们产品安全性的一种方式 所以电子烟的行业标准最多的意义在于 对于烟油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保障 大家也应该听说过了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行内人应该知道 就是中烟已经牢牢的控制了 国内铃骨丁生产的源头 并且近期也有好 也有好几个油厂的行内的朋友 也在抱怨最近铃骨丁缺货 或者是涨价 中烟既然已经控制了铃骨丁的源头 那么它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要控制电子烟的最基本的 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烟油的一个生产 因为对于末端销售的话 国家目前还没有出台一个政策 就是这个到底是电子烟 到底是归烟草馆 还是归医药口 但是我估计最后还是归烟草馆 但是它跟传统的烟草行业又不一样 传统烟草行业是特许专银制度 在网络上的平台上是看不到香烟的 那些卖IQS的烟蛋的抓的抓 那么如果电子烟纳入了烟草之后 那么现有的网络销售平台 那些已经在各大城市开了实体店的 那些电子烟实体店 他们都没有烟草专银许可证 我不敢说都没有 但大部分 那么这个末端销售的限制 我们目前不知道 如果是腊入烟草的这个销售范畴的话 那么又会存在一个问题 就国内烟草它是分地域性的 你湖北的烟油在湖南卖 它可能就不允许你卖 或者是要加钱 它要保证自己地方性的一个利益 那么电子烟油的流通 会不会受到影响 我在武汉就只能抽黄河楼的烟油 我在苏州的话 就只能抽南间 南油 苏油 像朋友寄烟油的话 是不是一次不能超过两瓶 个人游寄烟草一次 最多不能超过两条吗 这都要观望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如果它不采取这样 这种以前烟草的形式 来严格管控它的这个烟油 或者设备的流通的话 那么它的税 你的销售的话 它的这个税 来怎么获取 那很简单 我不管你们到时候怎么卖 反正现在原材料 假设黎古丁一桶是一千块钱 对不对 那我现在一桶涨到一万 就是我如果无法在末端上 把你电子烟所影响下 我失去的烟草税收 我想办法从烟油的源头 黎古丁这方面来补回来 我是这么猜的 具体怎么样 咱们骑女看畅本 这是好的一面 无非就是花钱的事 是吧 就是对于我们用户而言的话 只要能花钱买到 这都是好的 并且你现在有了标准 品质更有保障 更安全 应该是更更放心的 那么我说坏的一面 是什么呢 是因为它限制就是 黎古丁毫克最高 不能超过20毫克 就我之前在烟展 看见法国的设备 他们基本上都还是用了大烟物的设备 我说奇怪 你黎古丁烟这么好了 为什么他们还用大烟物呢 大家抽黎古丁烟的应该知道了 基本上40到50毫克的黎古丁烟 口吸的感觉才能够跟香烟吸一口的感觉 是大致相当的 就达到一个和香烟一样的解饮的效果 那么大家也都试过30毫克 或者以前像英国那边的默默的那种20毫克的烟油 就基本上口吸的话 基本上是不解饮的 必须要用废吸 因为抽电子烟的大部分都是香烟用户 我们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解饮 如果能够在解饮的前提之下 烟物越小 越不影响他人 越好 那么这个规定一出台呢 我们就会很难受了 就没有那种一口就能跟香烟一样 能让我们解饮的东西了 那么我们就势必就要用回那种浅废吸 或者是那种大烟物的设备 那么就不能叫小烟了 现在为了解饮 我们不得不 废吸 不得不抽更多的油 50毫克我一天抽1毫升 如果降到20毫克的话 我一天可能要抽3毫升 那么我抽的越多 实际上密集在雾化呀 或者在高温底下 释放的油和物质就越多了 就为了达到解饮的效果 我要摄取比以前更多的有害物质 当然这个有害值相对于无害而言 它比香烟的危害都还是要小 对于吸电子烟替烟的人而言 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那么好吧 这个谈不上 这个我不好说是进步还是退步 但是我只能说这是进步 有规范肯定是比没有规范要好 但是这个规范一出来的话呢 它就显然又是在某些层面上 是保护了烟草 李武丁岩实际上是去年3月份 才刚刚才为大家知道 为什么短短在去年 今年两年不到的时间 国家就马上注意到 并且出台了相关的规定 就是因为李武丁岩的强提烟性 它确确实实对烟草 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并且国家中烟的布局 他们依然停留在传统的烟草 行业的一个布局 我们都在抽李武丁岩了 他们还在转型做布燃烧加热设备 你说如果让他们转型到做电子烟物化的 现有的那些大批的基于烟丝 烟草行业的产业链 可能就都要受到影响 所以 但是大家也不要灰心 你们还记不记得英国的IQS的Mesh 它的烟弹是18毫克的 但是我抽的话跟超级烟 几乎就跟超级烟的解影感是一样 所以也就是说在技术层面上来讲 在控制在20毫克以内 其实也可以做到给我们比较足的那个激后感 那么这样的一个规定 势必会倒逼着烟油厂家在李武丁的纯度上 或者技术上 会想办法来提高吸收率 所以我们也不用太担心 那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可以买基业自己调配嘛 但是我是真不想去抽大烟物了 真的 国家肯定的这个东西 这东西肯定不会受打击 无非就是说实际到后期的产品烟油 它的体验性会有多大的影响 实在不行呢 我们就只好大烟物费吸20毫克咯 那也总比抽香烟很好对不对 刚才又有人给我发个微信公众号 说电子烟真的有毒 国家出了强制性标准呢 国家出国标是说明对电子烟的肯定 是吧这是好事 现在人家是为了博眼球真的是毫无下限 好的那这样了 大家 我也跟大家一起等待 那么你对于国标的出台 是有什么看法 你认为我刚才说的 你有赞同的或者是不赞同的 欢迎你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 好吧 我是一百老许 我爱你们